一次机缘巧合 让他决定在不惑之年 背井离乡 北飘驻梦 当时那个剧叫《千高地厚》 就是倪平和杜源主演的 导演还给了我几句词 他从小的梦想就是唱歌 表演 为父亲的梦想 他甘愿颠沛流离 13岁便辍学打工 赚钱养家 跟着同学的亲戚去了一家鸭厂 每天都是天不亮都要起床 为了这个家它也富足了很多 我就在县城给爸爸妈妈 卖了一套房子 十年梦中行 如今父亲幡然悔悟 又会如何补偿女儿 在这个平台上 这个说声对不起 最近眼睛收了一辈子 6月14日21点20分 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 让我们一起感受爱与宽数 有请主持人 涂磊 真情致歉 重新开始 谢谢你来了 谢谢你们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涂磊 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来认识一下三位老师 他们分别是著名的心理专家 百艳瑜 著名的媒体评论人石树思 青年演员王子子 好 来看到今天的故事 萌萌 这是爸爸第一次给你写信 爸爸记得你小时候 经常爱哭鼻子 不爱说话 爸爸经常地吵你 骂你 到现在 我感到非常的愧疚 我女儿13岁那年 就退学 出去挣钱养家 他跟那些大爷大事儿们 去拔牙毛 做保姆 发传单 反正那几年 他确实吃了很多苦 我感觉 这些年 太对不起他 爸爸没有照顾好你 也没有照顾好这个家 让你一个人 在外打拼 吃那么多的苦 我感到非常的愧疚 爸爸对不起你 女儿对不起 父亲满怀愧疚 看来这个女儿不简单 我们有请被指线人 女儿小月 非常好 嘉宾好 大家好 小月是吧 对 看来是新生的 她为什么要跟你说对不起 其实我爸也挺不容易的 他从小的梦想 就是唱歌 表演 我们家当时开了小张唱馆 她上午可能去拍照 下午就跟人家去演出了 那些演出的话 就是是免费的 没有收入 然后这样的话 妈妈就经常跟她吵 基本上就是三天一小吵 五天一大吵那样的 你们家几个孩子 两个 我还有一个哥哥 你多大年纪 现在 我现在二十五岁 那老月呢 四十多 对 四十多还想当明星呢 她就是有这个爱好 就是梦想嘛 怎么会因为这个爱好 导致到要跟你说对不起呢 因为 就是有一次 我记得他们吵架 吵得特别厉害的一次 我那时候上初中 就是要吵到要离婚的那种程度 我就觉得当时 我学习也不是很好 干脆我去挣钱 然后就是说贴补家用 你多大那会儿 那时候十三岁 十三岁读初级 初一 也就是说现在 你初中都没毕业 对 后来就辍学 偷偷地跟着同学的亲戚 去了一家鸭厂 就是她说的拔鸭毛 对 拔鸭毛 我记得当时 就是每天都是天不亮都要起床 一开始的话 可能不太习惯吧 拔鸭毛的话 它是有池子 池子里边都是水 也不能戴手套 每天手都要泡在那个池子里 时间长了 那个手就会中压毒 这个从拔鸭毛开始 你开始了十几年的打工生涯 那么你打工所赚来的钱 全部用来了贴补家用 是的 结婚了吗 没有 谈恋爱了吗 没有 从来没谈过 为什么呢 没时间谈 都挣钱去了 对 那你爹现在在哪 现在就是拍戏 拍戏 对 在哪拍 在北京 男主角 你不是什么主角 群演 对 群演小娇算那些的 就是慢慢的 他有收入吗 一开始是没有的 后来慢慢的 现在是有了 这些年来 你给家里给的钱多 还是你爸给钱给的多 我 你哥多大年纪啊 现在 他比我大两岁 他是家里当中的经济承担者吗 不是 他上到什么文凭 也是初中文化 就出去打工了 他没有出去 就在家里待着 那应该他来切补家用啊 这两大老爷们都不承担家庭的经济众人 要你这一小女孩去拔牙毛 当时我也是特别就想贴补家用 然后就想着让爸爸完成梦想嘛 爸爸向你说盗窃 你什么感受 你觉得受之有愧还是 我觉得没有必要向我盗窃 因为我觉得这是 我为自己家里做的事情 为自己父母做的事情 没有必要 你觉得你苦吗 委屈吗 真不苦啊 以前一点都没觉得苦 后面觉得苦 后面回想起来就觉得 当时挺辛苦的 以前没觉得苦 苦在哪了呢 身体苦 心累 没有爱情 没有父母的谅解 没有 当时就觉得我要挣钱 其他都没有想过 二十五在农村该结婚了吧 想结婚吗 想恋爱吗 不想 我还第一次听见一个女生说 这一年就不想恋爱的 因为我觉得 因为爸爸妈妈感情不是很合吗 我就想 最好就是爸爸妈妈 什么事都没有了 然后 你再结婚 对 那他们要是一直不好呢 一直不结婚 一直不结婚 这女儿好啊 看样子这个女儿很有心 是这个爹没掌心啊 有请老岳 很帅嘛 你多大年纪啊 今年48了 你现在是在演群演是吧 有台词的吗 有 你演过父亲这个角色吗 演过 再演绎一下那个父亲的角色 你演绎一下给我看看 来吧 孩子 你成功了 我很为你感到自豪 但是我的事也不成功 我心里感到 有点 怎么演不下去了 我想起我自己了 想起我自己这一生 确实有点心 感觉没有做到一个合格的父亲 女儿说你喜欢表演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从小就开始喜欢唱歌 喜欢表演 一直都有这个梦想 但是那时候家里穷吧 家里条件也不允许农村的 小时候就自个唱 我们孩子小时候都听我唱歌 听我唱得很好 再后来呢 我们夫妻感情不和 为什么不和呢 因为他的脾气性格也不和 再一个共同的爱好也不和 你比方说看个电视吧 我就看这个综艺频道 但是他就看着什么电视剧一类的 就都看不到一块 平时呢生活中经常也是吵 那时候在那个乡镇院开照样馆的时候 揭示了一群一个文艺队 文艺队在看我唱歌唱得好 就是经常让我和他们一起去 到那个养老院呢 回那些那些单位 给人家免费参加演出 我特别感动的就是 有一个老退伍兵 听我唱的那个首脱铃 听他就感动的掉下眼泪 我心里高兴 但一回到家 他就吵吵 能让我闲不挣钱 就这样就吵进来 你唱不挣钱就怎么怎么的 但是我问你 你挣钱吗 我当时就是开照样馆也挣钱 但是挣得少 比较是别人挣得少 家庭生活当中 尤其是在农村 我们说驾汉驾汉穿衣吃饭 经济压力的承担更多的 确实是男人 那你承担了吗 我当时我开照样馆 我觉得还差不多 就但是别人一叫演出 我都想去 因为我就有个爱好 那你喜欢表演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就是 做一个演员 是做一个隐星 还是做一个演员 演员 后来你获得了这样的机会吗 获得了 在哪儿获得的 北京 北漂 你从多少年开始北漂 我04年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不行 那时候你多大年纪 36 36 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吗 当然 那么36 你去北漂 那家里怎么办呢 照相馆关了 照相馆那时候 我儿子不上学了 我交给他了 那你去北漂 也就是说 家里的这 一个老婆 儿子和女儿 就他们自己自足了 你就管不了了 当你走的时候 你36 女儿多大 女儿16 儿子呢 是吧 然后你去了北漂 我去北京 我就是先去看一看 先看一下那时候 还有个行 最让我出动的就是那一年 我去那个郑州 不是进货气那个器材吗 有一个店剧组 照演员的 我就去了 当时那个剧 叫天高地厚 就是倪平和杜元作演的 导演还给了我几句词 我的表现很好 导演都当时都夸奖我了 还有那个倪平 杜元 他们都对我特好 他说你是专业演员吗 我说我不是我第一次 然后他就高兴地和我合了影 这都好一年了 你是谁啊 我就在倪平中间做那个 那个时候还年轻的 中间那个是你啊 对对 那时候还30多岁 我就把我的情况给他说了 他说你这么爱好 那你就到北京去吧 北京剧组多 你的梦想可能肯定实现的 就是他们的鼓励我 所以激起了我的梦想 回去以后我就商量 但是他不同意 不同意我就 我就停了两年 当时那时候我女儿 也出去几年了 儿子在看照片 也能挣钱了 我觉得我都40了 我为什么我还不自个儿 我自个儿活一次啊 是吧 女儿是12岁出去的 13岁 13岁出去的 她为什么出去你知道吗 当时那时候 我在家照相他想挣钱少 我们两口都尽量吵架 他可能是看不下去了 他就说他说这样吧 我觉得我的学习成绩也不好 他说要不我就不上学了 我们同学的 他一个什么姑姑在哪儿 哪儿一个厂 每个月挣好几百 让我也跟他去去吧 我说那能行啊 你现在还未成年 不让他去 我们两口都不让他去 但是后来呢 就留了个纸条 他就走了 然后呢我们就打听 就是他那个同学 找到同学 找到他亲戚 然后问了 就到了地方去 但是也没找到 后来我们家里 可能就来了电话 他就打了电话 他说他已经找到工作了 不让挂签他 但是我就是最后 我回家里打电话了嘛 我就说不用担心 我在这儿特别好 你说句实在话 在那个时候 虽然你嘴巴上说 不希望他们找 你到底需不希望他们找 不需要 自己能自立 对 所以你们后来也就没找 他不让找 他说你别耽误 再花钱来回花花费 我到底很好 但他只有13岁 好吧 当时的情况是 夫妻感情十分不好 儿子已经开了照相馆 女儿13岁出去打工了 而你当时心里有个理念 我都快40了 我难道还不能为自己的梦想 活一次吗 是要离婚重新活一次 还是无论如何 我都要去北京 我又坚持了三年 你又坚持了三年 对 这三年跟女儿 有没有联系 联系过 我有往家打电话 你担心家里吗 他们俩还吵不吵 我是就是做了一个多月吧 当时发了100多块钱 我就手里拿了这个钱 特别高兴 当时我就立马跟 就是去公用电话那儿 跟妈妈打电话 就是说我们发工资了 发了100多 然后第二个月是400多 然后就这样 攒了三月吧 800块钱 然后就寄回家里了 一分钱没留啊 当时刚去的时候 手里没钱借人家一点 然后还人家几十块钱 自己剩了几十块钱 寄钱的时候 你什么感受 特别高兴 我想着家里收到钱 妈妈也应该特别高兴 坦说的来说 不光是高兴 你们父母在欣慰的同时 应该不吵架了呀 是了 是了 你们好点了吗 那段时间 也是时好时坏吧 这是你第一份工作 拔牙毛 对 干了多久 干了有一年多吧 第二份工作是什么 你三年吗 第二份就是我在一个服装厂 干了几年 服装工做衣服 你这三年一共给家里 借了多少钱 算了吗 几万块钱吧 那你的工作时间是 多少小时工作制 在拔牙毛的时候比较长 四点多起床 五点上班 四点就起来 拔牙毛犯得着那么早吗 因为它是练接式的工作忙 你不早的话 后面就没法上班 凌晨四点到几点 到晚上八九点 十几个小时 对 泡水里边 对 十三岁 对 服装厂呢 那时候工作基本上十二个小时 一半也都违反了劳动工作制 第三份工作是干什么 保姆 做保姆的时候你多大年纪 十九了 为什么要做保姆呢 挺稳定的 就是说工资挺高的 多少钱 一开始去的时候是一千五 零八年 一零年吧那时候 就是做一些家务 辛苦吗 当时没觉得辛苦 这些你都跟他说过吗 有时候没怎么说过 你听了什么感受 我心里就特难受 生个闺女下来是让她受苦的吗 是用来疼的吧 至少在十八岁之前 现在我才明白 就是夫妻感情不合 也可以说对孩子的 未来的生活和工作都有影响 三年 三年之后你怎么了 那不是两个孩子都能挣钱的吗 我说孩子也长大了 在家里也经常吵 我就出去吧 然后我就到北京 你是抱着一种 什么样的梦想 或者是目标来北京的 我就想做一个演员 回来又唱歌的什么的舞台 就想 找到了吗 当时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很多中介什么的 我带着几百块钱 都被他们欠去了 待了一个多月吧 也没钱花完了 然后我才觉得这个路很难 花完了怎么办呢 我说我不混这个人样 我就不回去啊 那没钱咋办呢 去卖苦力 我去了 当时在工地把他管吃 管吃 但是说钱就非得到年底 什么时候只给 当时那一天 郑贵男的 我说咋办呢 他女儿给我打了个电话 他说你现在怎么样啊 我说我不怎么样 女儿给我打了三百块钱 让我回家 那会儿你在做保姆 对 我就说让他回去嘛 他说 我跟你妈吵成那样了 我不拍两部好点的戏 我怎么回去啊 是不是也是这样出来了 你觉得你爸能拍出来吗 我觉得我爸确实挺有天分的 我挺支持他的 然后我就把工作辞了 我去北京了 你把保姆辞了 对 你拿了三百块钱没回去 我当时思考了很多 我想回家还是吵架 但去了哪呢 我又去郑州了 你又跑郑州干嘛 郑州有个影视城 那时候我在郑州 不是拍戏了 认识个朋友 他说你往这儿来吧 这儿也有去 我就到那儿去 到那儿去 你知道他辞了工作 也来了吗 那时候不知道 你没告诉他 没有 你怎么这么大胆子呢 可能从小出来吧 然后就胆子比较大 不是 你去能帮上什么忙呢 我那时候来的时候二十嘛 我就觉得我肯定比他 要好混一点 不是 你去干嘛 我是想问 当群演 你又不是想当演员 你为什么要去当群演 想跟爸爸多认识一点人 介绍给他 你的意思是说 为了帮他实现梦想是吧 所以你跟他干一行 还可以能照顾他 当时我去的时候 没有跟爸爸说是我自己 我就想着 等我认识的人差不多了 我再让他来 你去演群演了 对 好玩吗 还行吧 跟做保姆和拔鸭毛比起来 哪个好玩 他累是不累 但是特别熬人 可能四点 就是三点多就要起 你去北有等戏 那不是你的常态吗 拔鸭毛也是早上四点 他不一样的感觉 那样就是感觉是在挣钱 但是你要是去那等戏的话 你不一定能得到钱 而且你挣的钱特别少 最苦最累的决策是什么吗 拍雨戏 当时临了好几次 就是说那主演 NG好几次 我们就要重新再临一次 当坐完公车回到家里的时候 已经是12点了 住哪儿 住地下室 哪儿的地下室 朝阳区的 到了那个地下室吧 然后那个门 只有房东叔叔有 我们是没有的 他们在里边 就有好多房间 敲门根本敲不应 然后打电话吧 地下室没有型号的 那时候是冬天吧 衣服是湿的 那时候感觉 实实是挺无助的 我们门口就有一个操场 我就在上面跑 跑到四五点钟 叔叔他卖菜嘛 他起来就是进货 就这样可能回去之后 就感冒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 一年 当时做了半年的时候吧 有一个朋友介绍说做化务员 一个月能挣四千多 我就说我不能这样半途而废 就坚持了大概一年 就觉得差不多了 就打电话让我爸爸过来 什么叫差不多 就是感觉认识的那些群头啊 什么现场导演啊 对对对 是吧 都有点人脉了 对对对 爸爸来就可以现场介绍活给他干了 对这一切都是为了爸爸 当时你接到女儿的这电话 你觉得是希望吗 还是不幸 我相信我的女儿 他说他现在他也干这个 群演已经干了一年多了 他说接受了也不少副导演 你没问他 你为什么你干群演 但是我不知道 我因为他也喜欢 你以为他也喜欢 对 然后你去了 我去了 怎么样 近况还好吗 你们住一块 对 一开始我爸爸不太懂吧 就是后来我带着他 你带他 也不是就是我帮他找活 在微信上面群里面 还有QQ里边 那时候我不懂得微信呢 对 然后把他交汇了之后 他自己就是可以自己找活干了 然后我就找了一个 就是推销幸运卡了 做销售员 怎么样 女儿给你铺垫的 你这个演艺道路还顺畅吗 很好 很好是什么意思 就天天都有活干 天天都有 就比方说那个有利游斌的 我们和林荣建筑演的天和 我就在里面演一个小角色 那时候 那你心里应该挺开心的了 是 04年的时候 确实 但是收入怎么样 你的收入怎么样 一个月大概收入多少 两三千块钱吧 两三千块钱 后来越住越好 从地下室搬出来租了房子 对 因为那时候群演它特别低嘛 工资而且不稳定 有时候有活 有时候没活 所以那个时候 基本上就是我们在一块 那时候你一个月挣多少 一个月基本上七八千吧 那这样的日子又维持了多久呢 三四年 女儿有时候叫我出去回家 我说我不回去 我就回去还是吵架 你往家里寄了钱吗 当时我这个点子 我说他干房子的时候 我就再也打了 也没挣多少钱 也没有 你寄了钱吗 当时我记得我哥哥要结婚 我哥哥应该就是跟我爸要 但是我爸那时候没挣到钱 我爸就跟我打电话 然后我就直接打回家里了 多少钱 三万 三万块钱是你的所有吗 对 还借了 当时怕不够嘛 然后我就趁着买菜的时候 还有就是晚上把活干完了 出去发些传单什么的 你哥结婚干嘛要你花钱 那应该是老爷子应该干的事 因为我爸他在外边没挣什么钱 你怎么好意思向女儿伸手呢 你怎么知道他有钱呢 他说他的工作很好 每个月整整都工作了 他说工作好 你就以为工作很好 但是我很相信他 你的很多口头上就说我相信他 但是三万老月不是个小数目 你也没问问闺女 这三万他是怎么挣的吗 他也是很关心他哥的婚事吧 他够问我 我说怎么办 我说要不久拖一拖再什么的 他说你别 他说我给你想办法 我还以为他见了 他就是他积攒的 积攒多年的积蓄 我也能理解了 这父亲之所以开得了这口 是因为女儿每次都给得很豪爽 也从来没让父亲犯过难 所以这父亲才当得这么轻松 你不苦啊 你说你又没结婚又没男朋友 生生养着一个家 那时候其实跑幸运卡 那个礼拜六礼拜天是可以休息的 然后我基本上从来没有休息过 就是每天就跑 基本上就是说十点到家 十一点然后洗漱完之后 就开始填表 我记得做幸运卡那时候 基本上一点之前是没有洗过脚的 那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很多人在北京漂 其实他们都知道 在北京是安不下家的 只是挣点钱再回老家 再盖个房子 那你们俩是怎么打算的 但是我们的 我说要回家还是离婚的什么的 他说他不希望我们离婚 他说你们要离婚我就不结婚 然后我思考了很多 我女儿这几年 因为这个家也确实付出了不少 但是分开这么多年了 你回去确实也还是不适应 我心情特别矛盾 我听说小月其实 还不止付出这么多 其实老家盖房子 也是你出的钱是吧 付了点 老家盖房子干什么 不是有房子住吗 房子就是说比较老 加上我嫂子 根本就不够住的那种 所以家里就是说盖房子嘛 当时我手里也是有三万多块钱 然后 你出了钱没有 这几年挣了钱我都拿出来了 多少钱嘛 也有三四万吧 拿出这三四万之后 你是不是内心的愧疚之心 少了一点 因为好歹为老家干了点活 出去这么些年 然后你们再继续在北京漂着 然后我还在北京 那今天干嘛要来呢 我觉得这几年 对女儿的愧疚确实很大 为了这个家 它也付出了很多 我思考了很多 现在就是接着咱们这个平台 我就想跟她说一声 女儿你辛苦了这几年 这声说这声辛苦了 我觉得有点太轻了 其实我真的不需要 你不缺 对 我不需要 你有梦想吗 他们好好的前提之后 我想开一个会计 那个事务所 会计事务所 这想法好啊 你考了会计证吗 我去年就是自考的 刚考完 但是我就 拿到了吗 拿到证了吗 真不错为她点个赞 现在有多少这个专业的人 都没有拿到会计资格证 你就忙成那样 卖信用卡发传单 养了俩爷们 你还考这个会计证 但是我觉得还是特别遥远 因为还有注册会计师 就是这个梦想有点遥远 但是你让 我觉得你一定能考到 你一定能考上 谢谢 这个梦想不错 你现在还有存款吗 我想问一下 你还有钱吗 从2013年年底 大家都知道 就是兴了一个微商 然后我就开始做那个 你又做微商了 对 那个确实比上班要挣钱 好的时候 一个月能挣两万多 就是攒了这两年前 我就在县城 给爸爸妈妈卖了一套房子 在哪儿 在老家 太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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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脸财 你是鸡牛做的吧 你买这房子干什么 不是翻新了旧房子吗 是翻新了 但是那毕竟我哥有嫂子 就是说他们难免以后脱习关系 难免有不合之处 你考虽得推远了点了 你考虽得推远了点了 多少钱那房子 首付13万 按揭谁还 我还 一个月还多少钱 3000块的 我分积分了十年 我分积分了十年 十年 给爸妈住的 对 为什么要给爸妈住 他们关系都不好 都要离婚了 所以就是为了避免那个嘛 然后想让他们一起好好的 你还不好好给我干什么 你说你女儿13岁出去 省了一大笔学费 这女儿为家里分担了这么多 这是一聚宝盆的这是 老月 你够幸福的了 说实在话 你妈想离吗 不想 她想离吗 不想 我吵架的时候 觉得还挺好的 吵架你就给她唱歌吧 你不是会唱歌吗 她不喜欢听我唱歌 我一听我一唱歌她都烦着 这些年你有没有问过 自己的女儿心不辛苦 她说没事问题的 我问过 我说你在外面怎么能 她说很好的 现在你都知道了 那知道 我能不能给你一个任务 你帮我演一个角色 如果这几年 你女儿因为要承担家庭的重任 她继劳成疾 这个时候你在她的病床前 你想对 即将不久于人世的女儿 你会说什么 你就演这么个角色 能吗 我 能吗 我就是 宁肯就是 能吗 我说这是个假设的情境 你能吗 能 好 我们掌声欢迎 我觉得有点 你别作声 我就想听一个父亲自身的独白 来吧 老爷 我觉得我就是 她如果是到这个情况 我就是砸锅卖铁 我也 你来呀 你演呢 你不是个演员吗 万一你要是在这个舞台上演得好 没准你就有了机会 我心情特不好 现在说一幕 你说 倪平老师鼓励你 导演鼓励你 说你做得很棒 你可以去做 他们是特别正能量的人 他们要鼓励你的人生很美好 每个人 当你说出你有梦想的时候 都会鼓励他 别人跟我说 我也会说 你好棒啊 你第一次做 那你第一次做 做成这样 真的了不起 加油 我也会这样 做人你可以有爱好 可以有梦想 但是这一切 必须是建立在 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 您可以养家糊口了 OK 你爱怎么出去做 怎么出去做 假如说 您都没有这种责任感的话 谈什么爱好 谈什么梦想 我觉得那你就是自私和狭隘 家长应该做什么 养家糊口 养儿育你 建设好家庭 维系好婚姻 让每一个家庭成员 尤其是自己的孩子 有一个温暖健康 顺利的成长环境 这是作为父母 应该去做的 我们管这样的人 叫妈妈 叫爸爸 而你们家谁做这些事 女儿 所以小月 我都想叫你一身妈 太伟大了 你做了 在这个家庭当中 最不应该做的一个角色 家长 而你是家庭当中 最小的 最弱的一个女孩子 她能够为了你 不去求学 她能够为了你们 去把双手 在拔牙毛的水里 去浸泡十几个小时 她乐意啊 她喜欢啊 她不喜欢 但是她心中有一个目标 我不想让我的家庭散了 我不想让我没有家 她为了这个 可以隐忍内心地 不喜欢而去做 你呢 作为父母 最伟大的 是能够 暂时地 放下自我 而为 我们的家庭成员 去奉献 去牺牲 所以 老月 你需要拿出来的是 未来的实际行动 这期节目的标题是 铁娘子是怎样练成的 十三岁 豆蔻年华 辍学 与鸭子 傻呀你 我说给您听 您必须得给我解释一个谜团的 她比你年轻更应该有梦想啊 对吧 你看人家扒牙毛去了 您在哪儿唱歌嗨对吧 你看 又去服装厂了 傻呀这孩子 然后呢 又当保姆了 当着保姆晚上溜出去发唇淡 傻呀 好像中间又干了一个群演 最后呢 推销信用卡 小月 你回答我 这些事你喜欢吗 那鸭子是不是特可爱啊 拔着特爽啊 是吗 老月告诉我为什么 否则你要不告诉我为什么 这期节目白录了 您是女孩傻子 不结婚 二十五了 大龄 圣女初级阶段 其实她渴望家庭啊 为什么老月 咱都是父亲 咱们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你女儿在看着你 一个小傻子 一个女超人 用她的最青春 最宝贵的年华 做了她太多太多 她不喜欢的事情 为什么 我告诉你答案特简单 因为她爱你 可以做一个爹 作为所有所有在今天追梦的人 送给大家六个字 想圆梦先做人 我说三点啊 第一 中国人总是说养儿防老 但如果养儿只是为了防老 就不要替父爱母爱有多伟大 养来养去那是交换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女生 在还没有养成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偿还 开始了奉献 你是完全缺失自己父亲的责任 就像施老师所说 恰恰是因为爱你 他把你的梦想当成是他的梦想 以你的快乐当成是他的快乐 从此牺牲一切也在所不细 第二 你不一定要回家 如果你想离婚 你可以选择离婚 这是你的权利 所以如果你要离婚 你可以郑重地想清楚 不要因为女儿对你的爱 你继续把你的48岁以后的日子 活在你所谓的不快乐当中 到头等你房子还清了70多岁的时候 你再来说 就是你 就是你对我太好 所以使得我没有下出坚决的决定 你可千万别到达一趴 那是你做的选择 第三点我要说你 我几乎可以断定 如果你找一个男朋友 一定是找一个只会索取的男朋友 因为你是一个完全奉献型的人格 你看看你把你家里的父亲 和你那哥灌成什么样 你哥哥到了成年的年纪 结婚三万块钱要妹妹来出 家里翻新房子 自己出不了一分钱 你把他们都灌成了没有用的人 所以你爸才会有那些口头善 我以为他喜欢 我相信他能挣钱 这几句看似是多么温暖的信任的话 听起来是这么的没人味 当你父亲问你要钱的时候 三万块钱 他根本不问这三万块钱 你是花了多少鸡血 拔了多少腰毛 缝了多少件衣服 又或是做了多个小时的保姆 或者是发了多少的传单赚来 他没问 他只说了一个 我信你 你听明白了吗 我真不希望你这么可可怜怜地 我继续没有梦想没有爱人 我特别希望你找一个特会疼你的男人 这一辈子好好地疼疼你 把你在之前父亲没有给你的疼爱 全部都给你 为自己而活着 谢谢你来了 今天在老师 如果在教导下 所以说 我觉得对女儿的愧疚确实很大 所以说 我今天就在这个平台上 跟你说声对不起 这几年你收了一个来为了这个家 从小到大 我从来没有给她什么 买过什么礼物什么的 但是我今天 我想送给她一个礼物就是 她最想要的 最满意的一个礼物 专动礼物传送带 这是你父亲送给你的第一件礼物吗 我手上这个镯子是我爸所的 还好有点安慰 这是你的两个孩子吧 对 为什么送这张照片给她 这是2000年时候那儿还蛮小 那时候我们两个吵架 每次都是我和两个孩子照相 到现在结婚二十多年 没照过一个全家福 说真的 我给别人照了很多很多的下 咱们自个儿都没有一个全家福 就因为这个家庭 好好的珍惜 这是你莫大的财富 这些年你缺她的 一定要用加倍的方式 去好好的关爱 是 好吗 先抱抱她 我现在还有一个礼物要送给她 你还有一个礼物要送给她 什么 请开打门 把门打开 这谁呀 来来来来 妈妈 来 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向梦的妈妈 我女儿这些年轻 真的是舍不哭了 不容易 你旁边还有你老公呢 你老公也多久没见面了 两年的吧 你想她吗 走上来 好了好了 我们一起回家吧 好好过 是吧 县城的那套小房子 欢乐的笑声 是这样吗 那个房子我们不如 还是都给孩子留下来 给孩子留着 你像个父亲了 多为女儿想一想 是 好吗 多得了 谢谢 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 让我拥有 对女儿的愧疚确实的很难 所以一会儿我今天就 就是说成愧疚 这几年就受累了 此刻那些伤长不明白了幸福的意义 老月还是有心结 老月内心并没有完全地放开 重新找回一个父亲的角色 和一个奉献的角色 可能会相对于需要一段时间 还是那句话 这不是老月一个人的问题 这是一家人的问题 希望他们一家人能够解决 他们彼此之间的心理障碍 能够重新地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无论这个家庭的形势是怎样 但记住 每个家庭角色 请承担好自己角色的本分 好 如果你有什么对不起的人 想要说抱歉 欢迎来到这个舞台 我们帮你把它说出来 面对现实 重修就好 华丽转身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中国故事 天下传奇 重庆卫视 他是儿子 为了偶像 一掷千金 却无视病榻前的父亲 因为年前 答应了别人的事情 我就能在医院陪你两天 第三天我就要跑 他是父亲 只能远远看着自己的孩子 却不愿上前相认 我有一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